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是接班人 其实说实在的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来 从六月 七月 一路到现在八月 我们谈到的四个产业 八百壮士 十手 四行仓库 不管是功率放大器 不管是散热模组 PCB的部分 以及真无线蓝牙耳机 其实到这里来 真的很多的头去朋友 你敢不敢买 其实那个区块 如同我在节目里面讲的 他们在这一次的修正 还是非常的强 比大盘来的强 所以就代表原主流 他只是进行一个 未接式的调整 可是因为呢 他们都涨幅高达五成以上 所以一些新进的一个资金 他不一定敢进来 尤其是观众朋友你而言 如果你看我们的节目里面来讲 都没有去买 请问你 你现在敢不敢买 所以那边已经变成一个高手过招的原地 那我们在今天要探讨的是 谁是接班人 谁是有一定的一个机会 如果你错过了八百壮士 十手四行仓库四大产业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 你可以留意 什么样的一些的各国 台北股市在今天涨了109点 收在10495点 很多的投资朋友而言 在现在里面来讲的话 就会想 今天台北股市呢 他去站上了五日均线 能不能够追 这就是第一个问题 能不能够追 假设你要买 我假设是在今天 你要买什么样的个股 谁是未来的接班人 做任何的事情 任何的行动之前 一定要有规划 一定要有计划 就像在这个节目里面 其实我也面对到很多 在之前里面的 投资朋友的一些的说法 鼠方要先说 我并不是一个股神 但是站在这个原地上面 很多的时间 我是真心诚意 把我的想法 把我的理念 来告诉大家 所以如果有错 你要原谅 但是如果我大部分都是对的 那不妨 大家就教学相长 互相来去做学习 就像在这个节目里面 其实从7月26号 当时候的台北股市 你很清楚 它是接近一万一千点 那我在这个节目里面 也跟大家讲过 台北股市呢 一万一千点的心理压力 真的很大 它有一些固定的筹码 在做释出 所以你的风险 利润 你要同步的考量 大盘的月线 它是不可以去做跌破的 因为它是月线 是一条惯性 那惯性的过程之中 它如果一旦跌破 它就会有向下修正的压力 所以你千万不要再低档 都不买 然后你告诉我说 你到一万一千点 你火力要做全开 我在这个节目里面 都表示出来我的看法 我的想法 那沿路以来呢 到了整个8月5号 我们提醒大家 我说五日均线的复乖离 它是很大的 有时候在观众朋友 或是投资朋友 都很想学技术面 你也都学到了 你也都听到了 可是在面对盘式的时候呢 学的全部忘光光 完全不敢按照自己所学 去进行的所谓的规划 那我也跟大家讲说 五日均线 你真的复乖离 非常非常的大 你在这个时间点 不可以去做杀低的动作 当时候是在一万零四百二十三点 它也曾经破 最低呢 来到了一万零一百八十点 可是问题它只有当日 它当天就收缴 来到一万零三百多点 到了今天为止的台北股讯呢 你可以发觉到 你去对照一下 在今天里面的台北股讯呢 是在八月八号 八月八号的过程之中 我们来看整个一个大盘 它在今天呢 已经来到一万零五百点 过了五日均线 那我说任何的正乖离 它一定会去往五日均线靠近 复乖离没有不会往五日均线靠近的 可是在当时候如果你听不下去 你去做杀低的动作 当时候呢 你想想看 它曾经跌到一万零一百八十点 但是今天呢 已经让你看到一万零五百点 那一样在这种过程 就在今天你要做好 你要的想法跟规划 其实台北股讯 我们在之前就有预告 不是今天才在讲 我在之前就有讲 尤其是在昨天我就跟大家讲 这是一个胡萝卜跟棒子的格局 美国股市在昨天也进行的洗盘 蚕中曾经大跌五百多点 收盘拉上去 所以它也在进行什么 试图竹底打钉子的动作 台北股市也是一样 10180的当天里面的低点 它其实我就说打钉子 唯一可惜一点点的是 没有办法去确认会V转 就是它量有一点点不够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台北股市呢 它就会有几种格局 它就会几种格局 一个冲过五日均线 你先去观察三个营业日 能不能够去占五日均线 今天冲过去了 要不要在五日均线上追 不用 你可以在五日均线下 它去买哦 当时候的点位 你来看今天台北股市 你已经看到了10500点 你今天呢 曾经10383 它是在五日均线下 所以如果我们以大盘 跟个股上面一样的考量 假设你在今天的进场 你要买黑 个股上面的强势个股 拉回逢低的买进点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在这时间点里面的 一个台北股市呢 这个过程之中 为什么说它还是会稍微震 第一件事情 它从11000点跌到10180点 它跌幅很重 它的V转除非有非常重大性的利多 有非常重大性的利多 它才有办法 那它在这边里面来讲 好加载的是 它并没有有效性的收盘价 跌破10227 所以中空的格局并没有确认 所以它在短期之中 这个颈线 它去做利手 另外一个部分呢 它在这边冲过了五日均线 因为五日均线扣底的位置呢 你可以发觉明天是这一根嘛 所以现在的点位里面来讲 已经比它高 可是它还会稍微震 因为它再涨 它会五日均线又出现正乖离 它就会震 跟它出现的正乖离是没有关系的 它只要震震震 三个延日守住五日均线的 五日均线 那拉回你是可以短多可行 我都没有是是而非的答案 这个部分大家自己留意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它今天是不是收上了五日均线 再过来呢 这个季线呢就不是问题了 然后呢这一条月线 也就是五日均线之上到月线 是投资朋友 你仍然要去做太弱 如果你的个股不是主流 并不是接班人 谁是接班人 他并不是接班人 因为他表示你的个股 如果去跌破了10227是五月底的价格 那就代表你的个股呢 没有人在里面 没有人在里面 第一个上涨的速度会慢 第二个他可能呢 未来里面来讲话 他不是接班人 不是主流之外 他会相对性的弱势 所以你还是要进行太弱的一个格局 所以台北股市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大概有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提醒大家 如果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开盘 如果再去涨 五日均线出现正瓜里的时候呢 你就不要追高 但是他如果未来 今天是第一天嘛 三个营业日还有两天 暂五日均线震荡的时候 你可以去做多 因为KT指标 也会配合到交叉向上 那现在我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 大家呢 在这个过程之中可以发觉到 我们在7月26号 跟他讲 风险跟利润要同步的考量 可是你可以发觉到 当时的月线也守住啊 KT指标他只有下弯 他还没有正式交叉向下 为什么我会教大家 风险跟利润同步的考量呢 大家应该知道 鼠方呢 有Lite 8 也有FB的区块 向代At 他的一个ID的部分里面来讲 就是小老鼠 Quin Quin就是英文的女王 然后88598 我在今天有写了一篇 有关于盘感 感觉是很重要的 我常常在讲 为什么我跟大家讲 风险跟利润 要考量 他绝对有盘感 那我在这一slide的 股市周知里面 就会跟大家分享 我个人的一个经验 那如果我亲爱的投注朋友 以及观众朋友而言 你觉得如果鼠方的这个 不管是FB 不管是在Lite 8的部分 我写的一些的文章 或是我写的一些的 大盘的看法 或者个股 对你而言有帮助 那我也希望你可以 推荐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在 这个原地里面 去做成长 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因为在这时间点 你可以发觉到 我们讲的一些的个股 今天是父亲节了 不管是我们在 昨天里面介绍 也是PCB的一档个股 在今天里面 大家可以发觉到 我跟一般 台面上面老师 会有点不一样 大家在涨 讲个股的时候 都是等到涨上来 我是在黑的时候 告诉大家 今天它创下近期的高 泰鼎 我是直接告诉大家 50块钱请你去做留意 有没有来 有 我也从基本面的角度 分析给大家听 今天的泰鼎呢 已经让你看到 56块6毛钱 收盘56块半 已经接近了钱高 也就是说 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我昨天也开玩笑说 这个情人节 七夕情人节 不是要弃鼠方的吗 鼠方也没情人 所以昨天不吃大餐 但是在今天里面 是父亲节 那我也希望 如果看这个节目的 观众朋友 你有看这个节目 赚到钱 好好带着你的家人 或是父亲 霸气父亲 温馨的一个节日 大家好好在 父亲节里面来讲 就让整个餐厅里面 赚你一顿餐好了 好好带他们去吃一顿好的 毕竟来讲话 从50块钱到56块多 你已经赚了6千块 够了 好好对家人好一点 这是我在父亲节里面 告诉大家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这过程之中 我们一直不断的 不断的去调整 也希望一些的 新进的一些的观众 或是投资朋友 在一个非常非常 大盘到今天 就算来到一万零五百点 它也跌掉五百点了 可是你看我们节目的 一些的观众朋友 在今天里面来讲 你很清楚 我讲的一些的个股 它反而逆势的上涨 就像我在今天 我的会员 也来问我说 老师你的股票 好像跟这一次的 大幅的下跌 都没有关系 反而都创了 本坡的新高 那我的想法 只有一件事 高兴一天就好 为什么高兴一天就好 对我而言 只要每一天的开盘 每一天要面对 观众朋友你 每一天要面对 会员朋友 每一天要面对大盘 每一天都是挑战 所以不管开心 不管悲伤 都是一天 因为每一天 都要去做迎战 所以在这种过程 大家也知道 我们正在调整 投资组合 就像在今天 昨天 我们都有进场 去买一些的个股 所以趁着这个时间点 告诉投资朋友 一件事情 如果你错过了 四大的产业 我们已经针对 谁是接班人 已经开始呢 去做一些的布局 那我在这个节目 里面来讲话 我也不避讳 我也不会去 不告诉大家 我直接告诉大家 我的想法 这个部分就是 既是大产业之后 加一 半导体之后呢 我看好的 我看好 我个人看好的 就是五局网通 我觉得他就是 下一波的接班人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 大家自己去做留意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都针对 七月份营收好的 第一位接的个股 第二季季报好的 那如果第三季 是旺季 但是第二季季报不好的呢 我们就逢低去做布局 到了今天以来 泰鼎创下了本破的新高 新布局的个股 也创下了本破的新高 那更不用说 你很清楚 在营收没有公布之前 今天的郁金光是大涨 今天的围影是大涨 今天的建策呢 它是涨停板 所以就告诉大家说 一件事情说 只要有付出 了解到每一波的主流 去把握住 下一波主流的接班人 你就是有机会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 里面来讲的话 如果投资朋友 认同鼠方的想法 那我要告诉大家 父亲节的专案 最优惠的价格 最好的会期 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向老爸告白 霸气的专案 但是温馨的告白 我爱巴巴的专案 最优惠的价格 最好的会期 在今天是最后一天 要把握住 这个最好的一个会费 跟会期的投资朋友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我们进段广告之后 再从一些网通 5G 以及个股的营收上面 分析角度 来告诉投资朋友 你该留意的个股 到底在哪里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这档个股上面来讲的话 它是有量 那也便宜的个股 在今天里面来讲 已经创下了近期的新高 那我们是买黑 属方的一个操作上面 我在之前有跟大家讲 我只买 如果要追高 只有第一根转强点 其他的方式 我都是用着 在技术面的操作的逻辑 五十斤现在正关力太大 我不去追高 拉回震荡支撑不破 量缩的时候 我会去做一些的买进 那整个一个态顶呢 你们也可以发育到 我鼠方跟其他老师会有点不同 我认为很多的一个机会 如果不是台北股市 秋风扫落叶 大跌了八百多点 一路跌到一万零一百八十点 这些的个股上面来讲 怎么拉回来 那我跟大家讲 五十块钱以下 就五十块钱附近的泰顶 你自己去做留意 到今天五十六块半 就算你是小只男女 你没有办法买很多 这样说讲这个个股 像我常常在讲一些的个股 它大部分都是有价有量 八十块钱的台光店 有没有有量有价 一百块钱以下的台光店 有没有有量有价 一百块钱出头的一个建策 有没有有量有价 就是希望投资朋友 不管你是小只男女 不管你是大耳资金的投资朋友 对于这些的个股上面 你都能够充分的运用 就算你只有一张的泰顶 五十块钱 五十六块半 那你有赚多少 你也很清楚 那更不用说 我们在之前告诉大家的台光店 最高还涨到一百二十七 或是在建策的部分 今天涨停板 这个加上席都是创新高 那我先跟大家讲说 其实我在这个节目里面 一直在讲 PA PCV 散热模组 真无线蓝牙耳机 其实我也很累 不管是铜箔基板 不管是ABF的部分 都是如此 所以我一直希望除了这一些 我们在之前的一些的持股之外 基本持股之外 能够从一些新的个股上面告诉大家 所以你问我在今天里面的建策 或是其他的一个散热 或是PA涨 我比较开心呢 还是太鼎 在今天创新高比较开心 当然太鼎 因为你如果看这个节目 你应该就有撞到 那我们所有的会员朋友们也是撞到 那毕竟来讲是从一个低档之中的布局 就像当时候的任何的散热模组 或是PCV的观念是一模一样的 就像我在这个节目讲说 谁是接班人 我刚刚直接很挑明的讲 4加1的产业之后 我个人的看好是5G网通 所以在这区块 在当时候在第一个转强点 突破颈线的时候呢 我选择了微软 你不要看微软现在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除权 如果它还原它的权 它已经140几块 它已经140几块钱 那在这种过程之中你就知道说 那如果你觉得错过这一档个股 从一百零几一百一十几 涨到一百四几 你就涨很多 那我跟大家讲说 同样 同样都是伪创集团的个股上面 微影的部分 今天有没有创高 跌了500点 到今天跌了500点 跟它有关系吗 它是创新高的 所以大盘它迷人之所在 就是有很多的接班人 第一件事情 他们的拉回 是不是都守住月线跟季线 表示有人在里面 所以大盘修正这么多 他们不会修正那么多 那第二件事情 当你做好的规划 你晓得主流在哪里 像微影 它就是做云端 伺服器 还有5G的部分 那你从这个角度配合到位阶 我说有考虑到位阶 其实微影 它真正的爆发力还没来 从基本面 可是因为它的位阶够低 它的未来性够大 那整个下降趋势性 我也画给大家看 它过了 那从600多块钱打下来 是不是腰斩 那到了今天呢 你看它创新高了 所以微影的创高 或是太鼎的创高 才是给 看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里面 你的帮助 你的帮助 就像微影还没创新高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就来告诉过大家 那在整个一个5G网通的部分 从微影再看 我们在之前跟大家讲说 3596的字役 它还没大涨 当然它这个也有除息 除息的 那如果把息放上去 它也是天息 那我先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我来从这档个股 跟大家讲 第一 它今天有拉回 它并不是大涨 第二 我们来看一件事情 我说我很多事情 都做好的规划 就是5G网通 为什么它沉浅 还没有办法飙 像散热 像PA 其实散热跟PA 大家都以为长什么三星手机 不是啦 其实它们都是为了 未来的5G 能见度很高 那整个一个5G的产业 它分成局端 电信端局端 再过来应用端 过来是属于消费端 它是完全不一样 那你来看 之一它终于公布了 上半年的年报 3.73 我说它第二季 看营收也晓得 会比第一季微幅的衰退 第一季一块九毛多 第二季一块七毛多 问题是3.73 有没有符合预期 它符合预期了 那现在还没有公布营收 我告诉大家 就是它第三季的营收 会逐月的走高 那你在今天的操作 我刚才是不是有讲 很多的好股票 不是你去追 而是在一个强股 它在拉回的时候 你要去注意这些的强股 尤其是在财报的利空 我说以8月15号为基准点 7月营收好 第二季季报好 以及第三季旺季的概念个股 第三季旺季的概念个股 第二季是淡季 那没有利多的个股 你应该在财报利空 公布的时候 你自己要去做留意 你自己要去做留意 那因为至于今天公布了 今天是8月8号 它已经公布了 所以在这个区块上面 你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那至于在核情控的部分 核情控第二季的季报 很差甚至会亏损有可能 可是你不要忘记 它去年里面来讲的话 它是亏的公司 核情控在去年里面的EPS 亏一块多 看到没有1.38 第一季赚0.86 第二季就算亏钱 我告诉你 它的上半年还是赚钱 现在有很多的空单 就是在等待它的第二季 第二季的财报利空 想要共和思议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如果这些的融券 全市场的人 以我 以我啦 我不是 我不能说全市场 以我都知道 它的财报不好 它都不跌 你这些放空的投资朋友 你只要去注意 如果利空公布的那一天 它都不跌 那你自己要去做注意 以我而言 我是做好了准备 要么我说就是逢低承接 不然就是财报公布的时候呢 我会去做留意 我事先来告诉大家 那至于3406的郁金光 大家也看到了 它公布营收的数字 这都是我事先告诉大家 大增 我们说大力光跟郁金光 尤其是郁金光 它的成长性 它会比大力光更强 我个人的分析 我个人的想法 我从来不怕赞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我的看法 我的专业 我的研究 我就是希望跟这个节目 所有的观众朋友 去做一些的分享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来讲话 88节的专案 向爸爸告白 温馨的告白 最好的 会期 最优惠的价格 在今天的88节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如果观众朋友 能够去了解到 我们不管对营收的展望度 对未来的规划 你认为跟你是符合的 不仿乘的这个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好好把握88节专案 最后一天 打电话进来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情办 订阅 明镜与点栏目 fs30天订阅